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几个机构 今天开箱 DJI 的 Ronit S 好,如果你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 应该知道我过去使用的稳定器是使用这个 Fairwood AK-2000 那Fairwood AK-2000它的存在能力还蛮好的 它可以承载2.8公斤 比起我之前第一次稳定器 这个自允的困难的话 还要好上很多 但是呢,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机身换成了BMPCC 4K 所以呢,我们就是会在BMPCC 4K呢 装上了这个兔笼 然后呢,装上电池 或者是装上SSD 或者是装上手提的这个提笼 或者是指向新麦克风 那变成我们的BMPCC呢 相对的就会变得更重了 所以呢,承载能力呢 也会更需要更强大的这个电器扭力的稳定器 所以呢,在经过一些思考之后呢 就在昨天把我的AK-2000卖掉了 不是它不好用 而是我需要在一些快速移动的时候呢 那AK-2000呢,其实是跟不上的 跟不上我这个需要一个高速扭力的时候 或是快速旋软的时候 我所需要用到的这个效果 AK-2000没办法 所以就换成了Roling S 那飞鱼呢,也有出了一个很新的稳定器叫做 AK-4500 那承载能力更强 然后有更好的这个体感操作 然后也有这个更好的一些稳定的效果 但是呢,我还是没有选择它 为什么呢 因为大江的Roling S 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生态圈 就是说你要在外挂支援任何的一些 像充电的 像配重的 或是像一些T-gun的 它有很多的一些结构 可以搭配各式各样的一些器材 来达到你想要用的东西 特别是Roling S呢 它可以承载3.8公斤的这个承重 我觉得在这个 在这个价位的 或是在这个体积的 稳定器当中呢 Roling S呢 它给人的感觉是很信任的 然后很担心的 好,那 今天呢 就跟大家来看一下 等一下 我今天刚到了这个 大江的Roling S 好的 如果你也想要购买Roling S呢 极哥 有在做经销 所以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当然也可以 跟极哥购买 极哥 极哥在卖什么呢? 稳定器 大江的东西 GoPro的东西 好,稳定器 那至于相机的话 我们在不久我们将来 我们也会带一箱 那空拍机也有在卖 我们空拍机也有在卖 好 这么大一箱 这么大一箱 好,我们把它 拿 拿下来放好了 我们直接把主体拿出来 主体是什么? 主体就是这个 这里 啊 好大 好大 好 这个箱子把它拿出去外面 蛤? 你出去吧 哈哈 好,我们今天要看一下就是 DJI的Roling S Roling S 在市面上它贩售有分为标准版 跟这个基础版 那我是购买基础版而已 因为第一个 线材部分的话 我现在目前还用不太到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我觉得标准版 基础版就比较符合我的需求 因为我现在所需要的呢 我并没有用到根椒 我需要的是它强大的定基础扭力而已 所以我就买了基础版 相对也会比较便宜 相对也比较便宜 如果你是买标准版的呢 它 就是 22000元 那如果你是 就是 买基础版的 它只要以外我们就会有了 所以 價格来讲 它相对差了8000元 差距是还蛮大的 所以我们就买了 基础版的 好,来 所以你拿到Roling S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 保力容的 这个盒子 那在这边呢 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台 困定器所使用的 保力容的这个盒子 其实它非常非常的稳固 然后它也可以把困定器 做一个 非常好的保护 所以呢不用太担心 它其实它很坚固的 好啦,我们来打开一下 正面 正面 正面这边 它就跟你说DJI的Roling S 然后上面呢 一个扣盘 把扣盘打开 打开之后 你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 蛮硬的 蛮硬的 它要转动 是吗 打开之后要转动一下 对,转动一下 哪一边呢 往这一边 对 你要转动一下它才会开 好 开了来 看一下 将将将将将 我里面 有这么多东西 好 这是说明书 那我相信 很多人都不会看 看这个说明书的 这个是一个 快晒板 我电线快晒板 然后三个螺丝 四分之一的螺丝有三个 然后这个是Type-C USB-C的传输线 充电用的 然后呢 这个 镜头的支架 一个螺丝 然后这边有什么 来 云台 快晒云台 云台快晒 云台快晒板 然后这里是电源 来 这个 这是 如影X的电源 你可以 用这个 然后装上稳定器 装上稳定器 就可以开始用了 然后标准版的 跟基础版的 这个 三脚架也不太一样 我们在标准版的这个脚架里面呢 它是使用金属的 它是金属的 它是金属的 但是在 基础版里面它是 塑胶的 可是呢 它也不会 因为它是塑胶的 就 感觉很廉价 我有个朋友已经有买了 我有拿它来使用 这个承重力还是相当好的 效果还是很好的 然后在这个 三脚架这边呢 它是使用这个 磨砂的质感 所以你在 使用的时候 你在使用的时候 来 让给各位看一下 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并不会感觉到 它不好握 不会 因为它是 防滑的 矽胶的这种材质 所以整体的质感 是很好的 来 我装上来给各位看一下 来 装上来就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 如果你就这样太短 你就可以用它 附着三脚架 然后这样拿着 就可以有一个 延长的一个效果出来 来 那我们把 Ruin S的云台拿出来 啊 云台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云台 啊在这里 对 对 它本身的重量就蛮重的 它本身的重量就1.8公斤 好 Ruin S本身的重量就1.8公斤了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如果你长时间拿它来拍摄的话 所会酸吗 绝对会酸 一定会酸 百分之百会酸 好 所以呢可以顺便练一下臂力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Ruin S呢 来 来这样给它 套上来 可以充电 套上来之后扣住 这边扣住 扣住 扣住就好了 来我们看一下 这样子 然后呢 给它进来 扣住 好 这样就可以 来使用了 是不是很方便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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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方便的一个 这个东西 那Ruin S呢 Ruin S的话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两侧这边 这边 跟这边 它都有做了 一个扩充孔 你可以在这边呢 增加很多设备 外接很多一些 它开发第三方的这些软件 可以来进行使用 然后在云台这边呢 云台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很贴心有两个孔 你可以透过这两个孔呢 来帮你的相机供电 或是呢 用这个孔呢 来连接你的相机 控制你的相机 来进行拍摄 我会看中Ruin S1 因为它的这个 很强大的扩充能力而买的 我打算呢 在这边呢 接上一条线 然后就直接挂载我的BMPCC 然后用这一条线来 帮BMPCC供电 这样就很方便了 我就不用在BMPCC上面 装上F970的这个电子背板 因为很重 对 那Ruin S呢 本身的虚强力很强 达到这个12小时是没问题的 对 12小时是没问题的 那这样的重量重吗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还好啦 因为 我BMPCC 加上我之前的AK2000 装上去的话 就还蛮重的了 那当然 如果你单纯稳定器来讲的话 那Ruin S1.8公斤 确实是非常非常有重量的 确实是非常有重量的 那我们在一些网路上的评测呢 很多人对这个摇杆它不是那么的喜欢 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它如果是做平的 就像那个AK2000一样 做一个五项的一个 一个平面的这个按钮的话 会好一点 因为你用这个的话 它拖出来一根在这里 其实会有点 那么的土雾的感觉 那这边有三个指示灯 123 这可以进入 DJI Ruin S里面的这个 App里面去做设定 透过这个 模式键的按 的切换 你可以去切换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可以快速在这边做一个 选择跟实用 那Ruin S呢 跟其他的稳定器稍微不一样 就是它的握把这边 它是做方形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做方形的 跟一般的稳定器做圆形的 比较不一样 那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说你在握的时候呢 你会知道说 哪边是正面 你会知道哪边是正面 不会因为它是圆形的 所以你拿起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不知道哪边是哪个方向是这样子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存在 好 那 购买Ruin S 最大的用力就是它的承载能力 还有它非常强大的一个 扩展功能 就是我购买它的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 还有就是 在这个教育 在这个教育 承载能力 它也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我觉得 没有 没有最好的 什么稳定器 只有适不适合你的稳定器 那如果觉得我们的频道不错呢 欢迎帮我们的频道呢 按个订阅 比利比利的朋友 帮我 投个硬币 加个关注 加个关注 不在这里像什么 然后帮我送个电 谢谢你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